我觉得这要分好多个 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 第一个你讲说什么 黑帮跟慈忌是不是比政府有用 还真的是啊 但是因为柬埔寨的状况比较特殊啊 柬埔寨是一个非常 非常奉行一中原则的 他甚至对台湾非常不友善 甚至把台湾当成敌果 他就是完全站在 中国大陆的立场去的 所以呢 所以这个台湾政府在那边 确实真的使不上力 但使不上力 是不是代表你就要跑去拿 在这个台湾机场 拿着牌子作秀 那完全又是一种低能的表现 那是完全不相干的 我们可以在就事论事 体谅说台湾政府 在柬埔寨这边真的 恐怕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就是 就是发挥什么作用 但是警政署长跑去机场举牌 我真的认为 那在羞辱全国人民的智商 请你不要再把你的 你的闲工夫拿来干这种鸟事了 真的太白痴了 然后呢 怎么会想出这种方法 这种承招 因为他没有别的事可以做啊 理论上来说 这在国内应该是警政署 或是说应该是徐国勇要管的 但是他们两个人 看起来没干什么事 然后到了国外去 之后变成无召器要管的 但无召器也使不上令 那怎么办 那就只好作秀 不能让人家觉得他没做事啊 就差不多是一个苏珍昌 跑去机场去骚扰米格鲁一样的行为 就是这样子啊 那再来 再来我觉得昨天晚间开始啊 这个状况看起来对执政党 就是过去 不管是营造的一个 新南向的这样的一个粉红泡泡 又或者是说大内外宣啊 说的一些这个什么外交突破 显然都有破功了 所以昨天晚间开始 开始我个人觉得 我是蛮不希望看到这样子的说法的 就是有人说 去到那边的都是诈骗犯啊 叫他们在那边死一死好啦 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其中这些 这么大批的台湾人 在柬埔寨这边 有没有诈骗犯 当然有 有没有座监犯客的 一定有 但是座监犯客跟诈骗 就让他负应有的刑责就好了 但人口贩运是另外一回事啊 人通通找回来 人通通救回来 或你要讲抓回来 之后该负什么刑责 就负什么刑责 我觉得两者倒是不用 现在就要把它混在一谈 而且呢 我还特别去整理一下 从事情爆发到现在 一路到现在为止 除了你说有刻意跑去诈骗的 那不管是黑吃黑油 或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呢变成 变成这个被贩运的猪宅 除此之外呢 还有很多是真的无辜受骗的 我整理了一下 我不敢说每一则新闻爆调 都是千真万确的 但至少 出现在媒体上面 就已经有六种不同的诈骗形态 那都是无辜的台湾人啊 包括像什么 朋友招待你 吃喝玩乐机票全包 到柬埔寨泰国杜拜游玩 然后呢第二种工作不会超过六个月 然后呢就你在台湾应征个工作 不超过六个月就外派出差到新南向国家 然后呢或是说这个人工旅游 招待你去 就这样叫你们去玩的 然后呢再来 高薪无经验工作 但是要出国 然后到杜拜柬埔寨泰国 第四种故意在台湾这边 这是这是我 也是最近新闻有爆的 让人家觉得还蛮害人听伪的 在台湾制造车祸 骗你出国打工 跟你说你不去 你还不出钱来 那你就死定了 然后呢再来还有 以前很熟的朋友或大学同学 当兵的这个同梯 然后呢跟你介绍工作 或是你亲戚朋友 甚至亲戚朋友啊 都有这样子的报导哦 就骗你说叫你出国去工作的 还有现在有些专业人士啊 都有这样说的 包括刻意跟你诉求说 要有专业技能稳定薪资啊 例如说水电工啊 大型车的驾驶技能啊 什么的这样子的 这几种这几种样态 都是媒体曾经报导过的 那这些民众呢 你就不能说 不能说他没有一点点 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 一个人均GDP一千多美元的国家 怎么可能给你高薪工作 又或者是说 是不是有一种贪小便宜 要去免费旅游啊 或是说怎么样的 好意勿劳这么 多少都有 但是最不至于要变成 像这样子的一个待遇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该不该救 我们还是该救啊 还是该救 那政府现在是没有办法的话 那可能各方真的都要把 或是政府你本身没有办法 你至少可不可以 在你能力所及的部分 你用公权力去把不同的组织 跟机构给整合起来 比如说NGO啊 比如说刚刚讲的慈激啊 甚至台面下的 不要说好像警察从来都不跟这些黑帮来往一样 但是如果现在真的是有一个更迫切 更优先次序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够整合这样子的力量 先把人救回来再说 该算的账我们一笔都不少 但是人先救回来 我觉得这才是比较合理的做法吧 政府目前要怎么做啊 就刚刚讲的啊 你先整合这些力量 比如说慈激在台湾 我是说他们有要怎么做啊 不晓得有要怎么做 我还在吃鸭赏吧 我看这几天压力开始大 举台啊 压力开始大起来了 应该会做一点事啦 但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比如说在柬埔寨 你中华民国政府使不上力 慈激可以 那慈激在从台湾到柬埔寨之间 所有的行政资源 所有的行政资源 或在东南亚 跟我们关系相对好的国家 能不能给他一些什么协助 让他在柬埔寨第一线 你政府不能站在第一线 你就请他站在第一线 你背后给他所有他需要的资源 甚至我觉得如果 你说哎呀这个什么竹联邦 在那边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啊 可是有没有在一些模糊空间 灰色地带 是可以合作的地方 那你就先把人救回来再说嘛 所以我觉得好不好 政府好不好 现在是需要 你不得不说 人家慈激就真的有办法买到BMT 你中华民国政府之前就是买不到啊 那人家有本事的时候 你推得去第二线 把一些帮助提供协助 那这总要做吧 这总要做吧 真的是只有举牌的话就太白痴了 那今天呢有看到有 听说有一对情侣刚从柬埔寨逃回来 那当初呢他们是以 5万月薪的高薪被骗去的 他们说过程当中 曾经寄信给蔡英文总统 还有寄给外交部求救信 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求助无门的情况下 最后两个人付3000块美金 才顺利逃回台湾 还回得来啊 看一下 如果真的是5万块月薪的话 你不觉得这件事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吗 就飞去柬埔寨离乡背景 你会在台湾赚不到啊 你的月薪就5万块而已 那也不是什么想象中的多高薪 就是5万元而已啊 然后对就是我觉得这蛮悲哀的 第一个 这件事情看起来确实就是各方的资讯综合起来 就不管因为政策的改变 又或者是说新外疫情的影响 看起来是台湾人非去柬埔寨 在捡了这个过去一些 可能中国比较低层百姓 在做的事情的工作 全部被台湾人捡去了 曾经核实风水轮流转啊 过去你可以想象到这种光景嘛 现在是人家不干的 我们去捡来干 而且那个工作的待遇 也不是你想象中的特别好 毕竟台湾是一个人均GDP 2万5 然后汇率可能会到3万的 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结果呢为了5万 离乡背景去赚这个钱 还要冒着这样的风险 这不太不可思议了吗 这不会是一种悲哀吗 第一个是这样 第二个我非常同意 闫老师刚刚讲的政策的问题 除了一方面我们对诈骗的 非常重放跟这个 就是一向都是非常的 轻描淡写 觉得不是我们重罪啊 轻罪啊 然后随便处理一下 然后呢政治人物喊一喊就算了 这另外一方面是这样 另外一方面是 我觉得基本就是过去几年 民进党再重新回来执政 这2016年的时候 他最初面临到一个什么困难 就是过去马政府时期 跟对岸比较密切交流 不管做生意 不管路客啊什么什么的 这些都被中断了 这些都激动了 这些都恶化了 所以怎么办 在现在 现在这个民进党政府 大内宣最大的题材是什么 什么波罗的海三小国 是什么美国 是什么 在那之前 大家不要忘记新南向啊 2016年那个第一个任期 那等个四年 胡吹新南向 到了一个荒腔走板的地步啊 一天到晚大内宣 大内外宣说 今天又在 哇在泰国获得什么突破 明天又在马来西亚 得到什么成就 柬埔寨什么 然后呢 一方面各个政治人物 我们前筑泰代表 对不对 当年这个 我今天一开始是同政员 对不对 我就看过好多次 他各式各样的报道 说在泰国得到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结果冒出一个什么 管碧林的亲戚在那边救治的 这种事情 一大堆 就是新南向 胡吹一气 胡吹一气 然后置物性行销 各位你去思考一下 这些年你有看过多少节目 不管是广播也好 专访也好 专题报道也好 就是固定一个格式 请一个主持人马千惠 然后邀请一位来宾 一请来宾可能是政府官员 然后什么跟东南亚相关的 这些外交官员或经济官员 然后再做一个台商 然后台商就告诉你说 东南亚遍地黄金啊 不用去大陆了 现在谁要大陆 现在都去越南 每次跟你讲这些 他配一个名嘴在旁边装腔作事 在旁边讲说 对啊我有朋友讲什么故事 这种节目你以为什么东西 这都制度性行销 政府拿你的钱去花的 多少媒体靠着政府 当最大的广告主 然后一天到晚制度这种东西 他要转移他在政治上面 跟中国大陆切断之后 毕竟还会承受一些经济上面的恶果 所以他就跟你讲新南向 新南向就把所有东南亚国家 讲得不得了 简直就是对不对 遍地黄金啊 机会无限大 结果呢 官员也喜欢啊 官员也喜欢啊 因为总统希望你们去开拓新南向 总统不好在讲中国大陆啦 所以官员 然后呢这个台商 然后呢所有的名嘴节目 一气地在讲新南向 然后你告诉台湾民众 什么样的观念 就是那边很棒啊 对不对 都很好掏金啊 机会很大 就跟当年去中国大陆一样啊 你只讲机会 你只讲说 也许有那么一点机会 跟空间存在 你却完全不提那些风险 完全不提说那些国家 他的经济发展程度 真的还差我们很多啦 你告诉我说那边的工作机会 那边的薪资会比台湾高很多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去那边当什么独角兽 就是薪水高薪给你啊 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子啊 这几年下来 一方面就刚刚老师讲的 对诈骗是这么的重放 另外一方面就是一直告诉人家 新南向是这么棒嘛 所以柬埔寨 我到现在 我今天早上来做功课 所以看到一大堆这种网页 我都不知道是政府做的 还是说这些诈骗集团做的 什么我的新男友 就是取那个新南向 那个新男男友 然后把他讲的 每个国家写的天花乱坠 真想搬去住啊 不得了啦 对就是这样子 我都不知道那是诈骗集团做的 还是我们政府做的 因为我们政府好像也跟我们 一样差不多在讲这样子的事情 那所以呢 所以是不是这些年下来的 潜移默化 政府带头 带头在帮诈骗集团助攻啊 你讲到这些东西 都他都不用讲 政府帮你讲啊 还用我们纳税钱去讲啊 所以你就真的会相信啊 就是这么棒啊 哎呦好 机会很大啊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当然你现在讲这个 恐怕也来不及了 人已经在那边了 但是现在真的 刚刚杨敏也讲到这一点 民众自己要醒啊 你自己要看出来那些政客 跟那些人在搞什么鬼啊 不要再相信那些大内外宣了 老实讲 你的网站做得很棒 就是这样啊 我对这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不由得让我想到 现在也许大家都忘了 多几年前什么光景 现在都是美国参议员 之前是新南向啊 新南向最棒啊 新南向那时候宣传了好几年 宣传了好久 对 结果现在新南向呢 不堪一击啊 一下子一戳就破功 对 讲到这个 就是对于一方面 机会也不像你讲那么好 而且你只讲机会 不讲风险就是问题 第二个你对 你过去那些外交突破的宣传呢 你现在哪里使得上力呢 你哪里使得上力呢 泰国还是 泰国好像竹联邦介入甚深 柬埔寨你根本使不上力啊 那你的突破在什么地方呢 你的突破在什么地方 我也看不出来啊 你两边都骗人啊 商业机会你也唬烂啊 外交突破也不是真的啊 我倒是觉得此时此刻 呼吁郑重呼吁一下 郑重呼吁一下 大家已经黑人问号五天了 好不好 国民党 请你的副主席夏立言 隔离完之后赶快做事 你本来不知道去干嘛的 现在知道了 赶快去跟对岸沟通一下好不好 拜托两岸共打 不要拿人民为出狗啊 过去对不对 抓一抓 抓一抓 至少在各地的那种诈骗集团头子 被当地政府抓了之后 我们这些人该受司法审判 司法审判的 该关的 就可以得到 这样讲有点怪 应有的制裁之后 他至少不会沦落为 什么人蛇集团 什么人口贩孕的那些猪仔 那是不是好不好 就帮个忙 柬埔寨这边 把这些头子抓一抓 把这些集团打击一下 至少我们台湾人有机会 你要抓回去 中国大陆受审 中国去服刑 也无所谓 就是不要让这种状况再发生 大新闻大爆挂 订阅靠大家 每日功课 开启小铃铛 转发补课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闻大爆挂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 快点购 扫一下 10秒钟 都会尝试